美国首屈一指的豪华度假身将瞬间移为平底 专业报告团队能否确保建筑物安全落入预定区域 世界顶尖报告专家第二次 喜来登拜尔港海滩度假村 预计的报告日期就在三天后 230公斤的爆裂物送达现场 但是拜尔港镇依然在审查邻居对这次报告的担忧 3.24 有3.24克 马克担心锥形装药 这比炸药的威力强得多 他不想随意放置这种致命物品 而他得到了对建筑物装炸药的许可 马克决定继续进行 我是来爆破建筑物的 所以我们正在往建筑物里埋放炸药 组员忙着钻洞并装载炸药 用以对付混凝土和钢筋 饭店塔楼内也有钢筑 只有比炸药威力更强的东西才能将之削弱 如果在这根柱子里装一根炸药 能量只会溢出 炸掉的只是铁锈而已 道格用直线锥形装药来对抗钢铁 由于这是锥形 所以不会往阻力最小的地方爆破 而是会引导炸药的方向 结果引爆时 两道能量聚合成最适合的射流 并将直接切断钢铁 这些将像这样置于钢铁之上 所以引爆时 这将完全被切穿 飞弹弹头 穿甲弹和土制炸弹 用的都是同样的原理 组员在钢筑两侧 绑上四根锥形装药 底端和顶端各两个 炸药将同时引爆 移除柱子中较大的部分 组员开始安装锥形装药 道格和马克接到紧急电话 这是紧急计划 我必须跟他说话 控制爆破公司不止摧毁建筑物 他们还在全球进行最危险的工业爆破 2006年 以色列战机在黎巴嫩轰炸了 美代瑞吉桥 一段桥身摇摇欲坠 控制爆破公司前来将它炸断 飞洪药 瑞吉桥 富刀 全部 阿根廷366米高的欧米加塔是全球最高的无线电塔 1998年控制报复公司将它移为屏蔽 这是用爆裂物所炸毁的最高的建筑 墨西哥的国营石油公司 昨天他们有个钻探平台被风吹倒 然后向另一个平台飘去并与其相撞 一个油井口被扯裂石油外泄情况相当严重 这事关环保他们要我们立即过去处理 道哥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去处理那笨重的钻井平台 雷朱克斯基接手棘手的锥形装药安装工作 我们是在给钢柱安装反冲炸药 锥形装药将自上而下切断钢柱 但我们必须移开钢柱 钢柱不能挡路 所以要给它一点推力 我们这里只用半根炸药 这样就足以让钢柱移位并且掉落 组员在每根钢柱上放置三组爆裂物 顶端和底端各一组锥形装药 中央是一根炸药 锥形装药引爆的速度比炸药快 所以这样的慢速让我有时间先切断钢铁 然后炸药引爆 钢铁被切断后给它一点力量 推开钢柱不让它挡路 锥形装药同时引爆时将切断钢柱 而柱状炸药或者叫反冲炸药在几毫秒后爆炸 爆炸的力量促使中断钢柱移位 钢柱少了支撑重力作用使其下限 即使经过周密计划 专家们还是觉得锥形装药难以控制 有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1997年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聚集了很多人 隔离区设在区域外围 另一个爆破小组在废弃的医院内装载潮流 从正面看去爆破似乎没问题 但在水边就另当无论 装备着锥形装药的钢铁大梁碎块被炸到430米之外 碎片溅入水中并造成九人受伤 爆破会酿成飞剂 一块碎片杀死了一名12岁的孩子 锥形装药的破坏力很强 必须对其加以控制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5.5米之外就有邻居 这是镀了一层铜的爆裂物 铜受力而切穿钢铁 但炸药外衬的投射速度约为每秒7600米 所以如果不架设保护层 这些铜片可能会飞往600米以外的地方 组员有绝妙的方法来保护大众 我们用胶盒板箱来阻挡碎片 胶盒板箱内本来有三层输送袋 这里我放了五层 因为炸药的威力太强了 加装铁丝网和布料 主要是为了阻挡胶盒板爆开 胶盒板的主要作用是支持住输送袋 爆炸时铜片会穿过前两层 然后停下来 这就像像是爆破的防袋衣 组员全力固定胶盒板箱 距离爆破日只剩36个小时了 有一百多处致命的炸药需要控制 雷在饭店塔楼的一层用胶盒板箱包裹炸药 马克要确定七层的延迟爆破形式 这道墙隔着展向 一边是喜来登度假饭店 另一边是巴摩拉公寓小区 马克预计爆破时 公子梁会把墙拉离巴摩拉小区 但他希望一切都成一体倒塌 如果碎开的话残骸可能会打中底下的网球场或停车它 明天帮哈利装缆锁 更糟的是 钢筋或混凝土可能会建到附近住满人的公寓大楼 马克决定设置另一层保险 组员安装拉力达一万五千公斤的钢锁 确保墙面会向正确的方向倒塌 你可以把它拉得像钢琴线一样直 最好能听到嗡嗡的声音 组员在地板上打洞 穿过拦锁 缠住下面的混凝土地板 他们将钢锁系在连着小道的电梯井上 钢锁 是的 你那有什么 他们将钢锁继承合适的角度 以增加拉力加速坍塌 如果安装钢锁 但不继承合适的角度 那么上面的梁倾倒三十到四十度时 才会开始拉动建筑物北面的后墙 必须将那道墙拉离 右边的巴摩拉工艺小区 要想让建筑物安全倒离临近建筑 这大概是最便宜的保险做法了 这些加钱把缆锁固定在一起 我们用的是美国产的加钱 这种扣斯比牌加钱 可能是市面上最好的加钱 因为如果钢锁连接有弱点 加钱会是最先弃手的地方 自身难保的加钱 能暂时支撑着饭店塔楼 后墙巨大的重量 加钱非常重要 安装在缆锁上的方式也很关键 组员需要非常细心地 把350个加钱 安装到一公里长钢锁上面 马克爆破饭店塔楼的计划 即将完成 工资粮和缆锁所产生的动力 应该能把墙拉倒 但还需要完成最后一项准备工作 来到建筑物的一层 这是经过特别改装的产装机 它正沿着铰链排旁边的地基 敲掉混凝土 我们要破坏建筑物的后部结构 这样才能自由旋转 并保持这样的动态 基本上建筑物能以中央柱为支点旋转 这座能抵挡飓风的半电塔楼 每一部分的强度都已经遭到破坏 另一组人在停车塔呢 处理只有两边钢筋的柱子 马克的妻子谢礼和两个女儿斯泰西和德文 把底消炸药埋进停车塔的柱子 德文 我们要交错放置炸药 你做后部 中部和前部 交错放置炸药有助于平均分散爆炸力道 这应该能够炸掉这些柱子 组员快速连接炸药间的导爆锁 斯泰西一般会按楼层顺序连接爆炼物 他发现停车塔是个挑战 因为各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一直到五层都只有一条长坡道 这样装载炸药时就很难区分方向 上头说这是第八层 那就从这开始吧 我拿上去 一直绕来绕去 真是搞不懂 但是他们的位置非常关键 斯泰西和德文要算准引爆时机并准确连接 确保整座停车塔向坠落区趴下 爆破日来临 230公斤炸药将洗来灯饭店移为平地 世界顶尖爆破专家 第二集 爆破日到了 两座塔楼里布满了爆裂物 马克达堵邻居的抱怨不足以拖延这次爆破 他赢了 诉讼不成立 我想对方律师已经没戏可唱了 因为没听说今天有暂时禁令 或是相关的听证会 既然我们已经装载了炸药 就准备行动吧 准备就绪 15分钟后把建筑物移为平地 组员准备把几周来的准备工作抛诸脑后 马克的计划如下 位于北面的度假村饭店塔头将率先倒塌 爆破程序开始时 锥形装药炸毁一系列支撑公子钢梁楼板的注尽 承重的楼板往前倾 公子梁顺势踏陷 将建筑物向上撬起 多楼层地板的炸药横扫进面 同时炸掉承重度 爆破负载轻的脚链排使得柱子弯曲 而钢索将把墙壁拉向对落区 对于南面的停车塔 计划是将其分成三部分 引爆墙壁 炸掉前路 而电梯井将扭曲并脱离间 然后延迟炸药引爆 炸掉停车区华夫楼板支撑 华夫楼板开始往前滑 楼梯井的墙面塌陷落到最上层 这是马克的完美剧本 警方也有完美剧本 那就是不得有人受伤 不得发生事故 他们计划了三个多星期 现场有35名警官来维持秩序 当然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安全 我很担心 那两座建筑的阳台 一定要小心那边的情况 看到状况 请及时通知我们 最后一点 我希望八点之前能够结束 除非遇到突发状况 请各小组准备 警方分散开来 前往执勤弟弟 控制爆破公司组员也一样 首先 我们再三检查了爆破现场 以防有游民在半夜闯进危险区域 在建筑物中游荡 突发状况总是防不胜防 有一次在华盛顿 我们曾因为一只猫而暂停爆破 我们是来炸毁建筑物 而不是来终结无辜生命的 爆破队准备好了引爆箱 马克将一名紧张的当地人示范爆炸起始程序 他是工地负责人的妻子 他将帮忙按按钮 我跟你丈夫认识很久了 谢谢你的帮忙 因为他代表这儿的主人 好的 我将按着启动钮 好的 你的拇指要按住另一个按钮 好的 我的拇指必须抵着你的 好的 好的 对 这是为了符合法规 把手伸出来吧 他的手比你还稳 我们要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好的 爆破倒数60秒 马克开始做最后确认 吉姆马克鲁瓦斯就去 斯泰西和德文准备抱过饭店塔楼 斯泰西就去 在停车塔附近就位的马克回报状况 马克就去 5 4 3 2 1 引爆 斯泰西启动第一回合爆破 马克得到一点协助 启动了第二回合 干得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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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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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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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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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10 10 9 9 9 隐身幕后四十余年 看尽中国电影的繁华语飙落 电影艺术家柳成 饭店塔楼一层左手边的承重钢柱最先被引爆 几毫秒后五楼的炸药被引爆 巨大的工资粮推送建筑物的正面 带着后墙一起往前倒 在七层倒塌的结构绷紧钢索 建筑物后端的脚链排先是变了弯曲然后起手 促使半电塔不向坠落去爬线 这一高速摄影的影像显示了一三五八层引爆缸珠的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倒塌的时候后面的巴摩拉公寓小区似乎毫发无伤 几秒钟后引爆停车塔中固定电梯井的部分 支撑停车塔正面的柱子在几毫秒后引爆 数十次小型引爆共同造成脚边坍塌 脚边起手时楼梯井顺势被拉过去 西莱登不到19秒就踏落了 任务完成得很棒 佛罗里达州的烟火节 现在庆祝或许还太早 马克一组人前去评估爆破结果 爆破期间从水边吹来的风将沉云吹离公寓大楼 这里的沉云很浓 风直接向购物中心方向吹 高级公寓住宅的住户面于灰头土脸 清洁人员快速移往购物中心 大小爆破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沙尘 内爆的优势在于它产生的沙尘量 虽然跟传统的爆破一样 但沙尘是一次出现 这样就便于防备 我们可以关闭进气装置 保护临近住宅 所以总的来说风向也很帮忙 这应该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马克认为瓦力堆低于11米就说明爆破成功 再高一点机械手就够不到残骸 无法加以清除 控制爆破公司 南塔爆破成功 没有反弹现象 没有砖瓦钢筋越过围离 挖掘人员将花费六周的时间来清理现场 马克巡视现场似乎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他看到了巴姆拉小区的渣浪 谢谢你 那我想问问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 有哪家公司可以过来进行更换 爆破的残骸 破坏了一段巴姆拉小区的栅栏 他们的机器会先把残骸清走 栅栏公司明天一早就会来把栅栏装好 巴姆拉小区将完全恢复原状 我要去向他们道歉 因为他们不得不安装新的栅栏 马克沉思的解释自己的作品 看到这里成垂直塌落 然后呈现出不同的速度 接着上层炸药横扫过去 令我惊讶的是 残骸竟然向南方投射了那么远 经过一天的爆破 马克重新给插之豪里下了定义 而迈阿密出现一片新的空地 未来将有新的建筑物触立起上 一段新历史将从今天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